又是 докум。 各位,一起默一個問題嗎? 因為剛好我撐這個機會 就是像去到黑的地方 或者什麼KTV啊電影院啊 然後就是會有感覺回家就是不舒服 那那怎麼辦? 就是自己有感覺 但是其實是看不到 沒有像剛剛妳說還可以推出去啊什麼的 看不到的狀況下 外面卡到音回来 有感觉不舒服 那就点个镜箱就好了 哦 这有时候没有用 但是说就是对啊 就觉得又没有用 然后又还是就整个又睡不着 就是整个又乱七八糟 然后对影响自己的生活 一般我会说 一般跟你没有什么连结 你也帮不上忙的 烧个镜箱就可以了 哦 好吗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看你给他什么 你给他一杯白开水 然后你给他一碗饭 然后叫他吃完饭就去投胎 啊真的 可是他看不到他还要准备饭跟水 但是他有感觉 他刚刚已经说他有感觉 他没有感觉 当然不用准备这些东西 嗯 好 好 你懂吗 嗯 嗯 好 所以在你 在你什么东西都帮不了 因为你也不能超度他 你也什么东西都做不了 你唯一给他做的 孤魂野鬼一般来说是 饿了嘛 饿早了 冻早了 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地方 那干嘛来找我 因为频率相同啊 好烦哦 对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既然你不能超度不能干嘛 你就说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只能赏你一顿饭 吃完你就去投胎吧 哦 哦 好哦 嗯 好 好 好 谢谢 不会 来 Ruby 那会有效吗 一般来说会有效 因为一般会跟着你的鬼 不太可能是为了要伤害你 一般是因为频率震动相同 所以比频率震动相同 所以会跟着你走 所以他们其实到你家 也不知道干嘛 大部分在外面的孤魂野鬼 没有家可以回去 没有饭可以吃 没有能量可以洗手 所以你就当个好人好事代表 这是建立在你有感觉的情况底下 你没有感觉的情况底下 你就好好的不要讲 不要想太多好吗 嗯 好吗 OK 嗯